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操作系统概览 为了更好的学习后面的内容 我们这一节课首先是对操作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学习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会分成三个部分去学习操作系统 第一个部分是work and wire 也就是说什么是操作系统 为什么需要使用操作系统 接着第二个部分是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将会学习操作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基本的功能 第三个部分就是操作系统相关的概念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了解了相关的概念才更好的去学习后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work and wire 什么是操作系统 为什么需要使用操作系统 那么什么是操作系统呢 虽然说我们平时在工作或者在生活当中 对这个操作系统都有所接触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对这个操作系统进行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操作系统呢 其实操作系统是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资源的计算机程序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把这个计算机程序给飘红了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它实际上是计算机程序 也就是说它是一款软件 它的功能呢是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资源 那么它怎么管理呢 它可以通过管理配置内存 决定资源的供需顺序以及控制输入输入设备等等的方法去管理硬件资源 其次呢 操作系统也提供了让用户和系统交互的操作界面 当然了 这样子的定义其实并不只局限于计算机 在一些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到我们的操作计算机呢 它都有这个操作系统的存在 也都符合刚才我们所下的定义 那么在不同的设备里面呢 操作系统它可简单也可复杂 同时呢 在不同的设备上面 操作系统可以向用户呈现出多种的操作手段 就比如说在手机上面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手指的触摸 去控制手机里面的硬件设备 比如说摄像头 声音等等 那么在我们的普通的PC 个人计算机里面呢 主要是通过鼠标键盘去操作计算机 那么有了这样子理解的一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回顾一下 我们平时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一些操作系统了 首先呢 是手机上面的 那么手机现在分为安卓和iOS 两大阵营 那么我们所说的安卓 就是属于安卓操作系统 其次呢 这个苹果的iOS呢 就属于另外一个门派的iOS的操作系统 那么除了手机以外 我们平时所说的电脑里面呢 有这个Windows 由微软所提供的操作系统 还有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 以及这个苹果的币源的macOS操作系统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制装机的操作系统 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安卓 那么我们在国产手机里面经常会听到这个小米的MIUI OPPO Vivo的CaraOS 以及这个魅族的Flyme 这一些属不属于操作系统呢 其实按照严格的定义来说呢 这一些并不属于操作系统 这些所谓的系统呢 都是基于这个安卓的这个系统改造而来的 怎么改造呢 可能是替换了一些UI 可能是做了一些深度的优化 但是本质呢 他们都还是这个安卓的操作系统 同样的我们对于Linux呢 也有这个CentroOS 以及Ubuntu等等的一些操作系统 那么这些呢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 都是属于Linux操作系统的 这些只不过是在Linux的基础上面 开发的一些不同UI 不同接口的一些系统而已 在这里面呢 我们都提到了这个操作系统 那么有一些关注 最近时事新闻的同学 我们也关注到了 就是美国呢 向这个谷歌发出命令 说不允许这个华为手机 继续使用这个安卓系统了 那么华为呢 作为反击 就推出了说 我自己开发了一个新的系统 叫做这个鸿蒙 那么对于这个华为的鸿蒙 它具体是不是属于新的操作系统呢 还是说是安卓之上的一个系统呢 能拭目以待 那么了解到这里 我们其实就可以对这个操作系统 下一个终极的定义了 这个定义就是操作系统呢 它是管理硬件 并且提供用户交互的软件系统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呢 它是一款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的功能 是管理硬件 并且提供用户交互的这样子的功能的 那么这一句话呢 就是对操作系统最简洁的定义了 好的 在这里面了解了什么是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使用这个操作系统呢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点是 我们不可能直接的去操作这个制装机的硬件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制装机去算这个1加1等于几 那么我们不可能直接的去告诉CPU 我需要算1加1 我们需要借助这个操作系统 让操作系统为我们告诉硬件 我们具体需要干什么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 这个操作系统必须存在的原因之一 第二点就是 制装机发展到今天呢 设备种类非常繁多也非常复杂 操作系统呢 就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操作界面 屏蔽了不同设备之间的差异 那么有了操作系统 我们就不需要去关注不同的设备 也不需要关注不同设备之间的接口等等的一些内容 我们只需要使用操作系统 然后让操作系统带领我们去管理硬件 使用硬件就可以了 接着是第三点 操作系统的简易性 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使用这个计算机 更多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 就意味着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 对人类科技的提升也是大有帮助的 所以在现代社会呢 这个操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好的 了解了什么是操作系统 为什么需要使用操作系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对于这个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那么第一点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计算机里面重要的一些 我们关注的一些硬件的资源 有哪一些 有这个处理器资源 也就是CPU资源 还有这个存储器资源 比如说这个内存啦 硬盘啦 都是属于这个存储器资源 还有这个IO设备资源 比如说打印机等等的一些IO设备资源 还有这个文件资源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平时有点关注的一些资源 那么操作系统在这里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操作系统统一管理着这些计算机资源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需要操作某一个文件 我们并不是直接操作这个文件存储的地方的 我们是通过这个操作系统 去操作这个文件的 再比如这个存储器资源 我们在保存一个文件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读取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直接的去控制这个存储器里面的机械设备 去读取的 而是通过这个操作系统去管理和读写相关的一些信息的 再比如这个处理器资源呢 我们也不是直接的去告诉他我们需要算什么 而是有这个操作系统对我们翻译 我们具体需要做哪些工作 这个就是操作系统的第一个基本功能 统一管理着计算机的资源 接着我们再来看操作系统的第二个基本功能 那么第二个基本功能呢 我们还是从资源的角度去考虑的 那么有了操作系统 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 我们用户无需面向这个硬件接口进行编程了 也就是说我们无需面向这个处理器 存储器或者是IOS设备以及文件 我们只需要面向这个操作系统去编程就可以了 举一个例子 操作系统里面呢 有这个IOS设备管理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呢 就提供着读写的接口 我们用户在进行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我们并不需要具体的去接触某一个IOS设备 就比如说文件管理软件 那么这个文件管理软件呢 也是属于操作系统里面的 那么这个软件提供了操作文件的接口 我们用户编程的时候 直接使用这些接口就可以了 无需直接的去操作这个文件 这个呢 就是操作系统的第二个功能 操作系统实现了对寄生机资源的抽象 这里面对寄生机资源的抽象呢 其实是通过管理软件来实现的 那么这些管理软件呢 它屏蔽了硬件的设备 向上呢 给这个用户提供了逻辑的设备 使得每一个用户在使用设备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逻辑设备 那么这个就是对寄生机资源的抽象 接着是第三点基本功能 第三点呢 就是操作系统提供了 用户与寄生机之间的接口 有哪些接口呢 有这个图形窗口的形式 有这个命令的形式 还有这个系统调用的形式 那么对于图形窗口的形式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我们在使用windows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通过鼠标的点击 以及鼠标的滑动 去操作设备的 而对于命令的形式呢 多数是在这个linux系统里面 使用这个命令的形式的 操作系统呢 提供了一些效封终端 那么通过这个终端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的形式 去使用这个操作系统 还有就是这个系统调用的形式 那么系统调用的形式呢 主要是编程的时候所使用的了 比如说打开文件 关闭文件 读取数据等等的一些操作 都是通过操作系统的 系统调用来完成的 那么这三个呢 就是操作系统所提供的 用户与计算机之间操作的接口 那么如果给这个硬件 操作系统和这个用户 画一个层次的话 这里面的接口呢 其实属于这里面的这个层次 最底层是这个计算机硬件 在上面呢 是管理着硬件的操作系统 而操作系统就提供了这个系统调用 命令图形窗口的形式 那么在接口的上面呢 就有这个应用程序 以及这个用户 用户可以直接的通过命令和图形窗口 去使用操作系统 也可以通过一些应用程序 去使用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呢 就是提供的接口 在层次结构里面的一个表现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有三个基本的功能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是操作系统的相关概念 那么对于这个相关概念呢 主要有四个概念 是需要我们重点去理解的 第一个概念是这个并发性 第二个概念是这个共享性 第三个概念呢 是这个虚拟性 第四个概念呢 是这个异步性 我们逐一的去了解 首先呢 是这个并发性 那么这个并发性呢 是后面的三种特性的一个前提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面的并发性 才比较好理解 后面的三个概念 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个并发性 那么为了了解并发性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并行性 作为对比一起来了解 那么什么是并行 什么是并发 首先并行是指 两个或者多个事件 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发生 什么是并发呢 并发就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事件 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间隔发生 在这里面飘红的是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并行是在同一时刻发生 并发是在同一个时间间隔发生 并行和并发 从文字上面的定义 就有这样的差异 可能还比较难理解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那么什么是并行呢 假设这是一个时间轴 这个时刻是晚上八点 在八点这个时刻 可能东东腔老师 正在准备课程 同时呢 可能下午八点钟 同学们正在认证的学习 在这里面 东东腔老师准备课程 和同学们在认证的学习呢 就属于并行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并发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样的 假设这里面的这一个是时间轴 假设这个八点钟 东东腔老师在准备课程 那么在时间轴是这样子的 同时在八点零五分 东东腔老师喝了一口水 这个时候 时间轴这个时刻是八点零五分 在这一个时间间隔里面 从八点到八点零五分 这一个时间间隔里面 就发生了并发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事件 在八点到八点零五分的 这一个时间间隔里面 是并发的出现的 因此呢 他们是并发的关系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并行和并发的 关键的地方就在于 是否是在同一个时刻发生的 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刻发生的话 那么就是并行的关系 如果不是 而是在一个时间间隔之间 发生的话 那么就是并发的关系 这个并行和并发 又是怎么样在设算机里面体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联想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概念 多道程序设计的概念 那么这个多道程序设计呢 是并行和并发的基础 对于单个处理器来说呢 程序主要是并发的执行的 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蓝色的有程序A 黄色的有程序B 在某一个时刻呢 只能有一个程序 占用这个CPU 那么这个时候 两个程序呢 就是交替的运行的 那么这样子 在单处理器里面就只存在这个并发的关系 什么是并行呢 我们假设有这个双处理器的环境 对于双处理器呢 每一个处理器上面的程序 都是交替运行的 但是对于两个处理器来说 某一个时刻都是由两个程序 并行的在执行的 当我们强调这个双处理器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强调这个并行的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这个双处理器里面的每一个核的话 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强调这个并发的这个关系 这个呢 就是并行和并发 在接生机里面的一个体现 接下来来了解第二个概念 共享性 什么是共享性呢 共享性指的是 操作系统里面的资源 可以提供给多个并发的程序 共同去使用 这种共同使用的形式呢 我们就称之为资源共享 这种资源呢 就具有这个共享性 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 这是一整片在主机里面的内存 那么红色的呢 我们假设被这个程序A所使用了 绿色的呢 我们假设被这个程序B所使用了 虽然说A和B在使用 主存里面不同的部分 那么我们还是说 这个主存被共享了 程序A和程序B都可以使用这个主存 这一个多个程序 可以同时使用这个组存资源的方式 我们就称之为共享性 这个资源共享呢 根据这个属性 也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这个互次共享的形式 第二种呢 是这个同时访问的形式 什么是这个互次共享 互次共享的意思就是说 当某一个资源被程序A所占用的时候 其他想使用的话就只能等待 等待到什么时候呢 等待到这个进程A 程序A 使用完成释放之后呢 其他程序才可以使用这个资源 这种资源共享的形式 就称之为互次共享的形式 那么哪些资源是属于这个互次共享的形式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举这个打印机的例子 打印机 我们假设被某一个程序 程序A所使用了 程序B 像打印某些东西的时候呢 就只能等这个程序A 用完之后才能使用 那么这一个就是互次共享 什么是这个同时访问的形式呢 同时访问就是指 某一个资源 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并发的被多个程序访问 这个同时呢 是宏观的 从宏观上来看呢 这个资源可以被同时的访问 同样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硬盘的时候 如果说程序A和程序B 都想往这个磁盘里面写数据 因为这个悬B呢 它只有一个 那么在程序A写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程序B实际上是不能写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写数据比较快 如果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去观察它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可以同时访问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一段时间内并发的去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主要就是强调这个共享性的同时访问的形式 那么如果说我们强调的是某一个时刻 或者是比较短的一个时间间隔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强调这个资源的共享性的互次访问的这个形式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三个特性 第三个虚拟性 那么虚拟性呢 它表现为把一个物理实体 转变为若干个逻辑实体 这里面这个物理实体 它是真实存在的 它可能是我们计算机里面的某一个设备 而这个逻辑实体呢 它是虚拟的 这个虚拟的技术主要分为这个十分复用技术 以及这个空分复用技术 什么是十分复用 什么是空分复用 以及他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虚拟性体现出来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首先是这个十分复用技术 那么这个十分复用技术呢 其实指的就是资源在时间上进行复用 不同程序并发的去使用 这里面我们又强调了这个并发的这个概念 多道程序分时的去使用这个计算机的硬件资源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单核的例子里面 在时间轴上多个程序交替的执行 交替的使用这个CPU的资源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十分复用的一种 那么这样子呢可以提高这个资源的利用率 这里面的这个十分复用技术 有这个虚拟处理器技术 以及这个虚拟设备的技术 虚拟处理器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借助这个多道程序设计的技术 为每一个程序建立进程 然后呢多个进程 分时复用分时的去使用这个处理器 来执行相关的逻辑 而这个虚拟设备呢 则是把一个物理设备 虚拟为多个逻辑的设备 每一个程序再用一个逻辑的设备 多个程序通过逻辑设备 进行并发的访问 那么这个虚拟设备技术呢 我们在后面学习这个操作系统的 这个设备管理的时候 这个Spooring技术呢 就是属于这个虚拟设备的技术 同学们在后面的内容 会学习到这个虚拟设备技术 具体的细节 接着是这个空分复用技术 那么这个空分复用技术呢 主要是用来实现这个虚拟值盘 和这个虚拟内存的 这个技术呢 你可以大大提升这个资源的利用率 并且可以提升这个编程的效率 什么是虚拟磁盘 什么是虚拟内存 我们在这里面先做一个简单的学习 在后面呢 我们还会继续学习这里面的内容 首先对于这个虚拟磁盘呢 就是把一个物理磁盘 虚拟为多个逻辑的磁盘 比如说一个硬盘 可以虚拟为这个C盘 D盘 E盘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虚拟磁盘的技术 使用这个技术呢 可以使得我们在使用磁盘的时候 更加安全 更加方便 我们在C盘破坏某些文件的时候呢 不会影响D盘的内容 我们在D盘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也不会影响到C盘的内容 接着是这个虚拟内存的技术 那么虚拟内存的技术呢 从逻辑上扩大了程序的存储的容量 那么这样子呢 程序就可以使用 比这个实际内存 更大容量的内存 那么采用这个虚拟内存技术呢 就可以大大提升这个编程的效率 而关于这个虚拟内存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学习相关的概念 最后呢 还有这个异步性 那么异步性呢 表现为在多大程序的环境下面 允许多个进程并发的执行 那么这个并发的执行呢 如果在使用资源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等待或者需要放弃 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某些资源呢 它是互次访问的 如果这些进程在使用了这些互次的资源的时候呢 可能就需要等待或者说需要放弃 还有就是这个进程的执行 它并不是仪器托成的 而是以走走平均的形式推进的 还是以这个资源作为例子 假如说这个进程在运行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需要使用某一个资源 那么如果这个资源被占用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进程就会停止 或者是等待等待这个资源被释放 再获取这个资源继续进行插序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走走停停的形式推进的 接下来我们也是通过一个例子 来理解这里面的异步性 假设这一个是这个时间推进的时间轴 这里面有A B C三个程序 在交替的运行 那么在某一个时刻 A释放了这个打印机的资源 同时呢 B和C呢 都需要使用这个打印机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 B和C就发生这个竞争了 假设C成功的潜占到了这个打印机的资源 在这个剩下的时间轴里面 主要就是C在运行了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B潜占到了这个打印机的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呢 B呢 可能就先会运行一段时间 然后踩到这个C来运行 因此呢 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B潜占到了打印机 还是C潜占到了 所以呢 进程是以不可预知的速度 向前推进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程序何时执行 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何时暂停 也不知道这个程序 何时完成 这么多不可预知的事情呢 就导致了这个程序的异步性 那么这些呢 就是操作系统相关的概念 有这个并发性 共享性 虚拟性 虚拟性 以及这个异步性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什么是操作系统 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操作系统 第二点就是操作系统的三个基本的功能 第三点呢 就是操作系统相关的概念 那么了解了这三点 我们就完成了这节课 操作系统概念的学习 所以 这点就说 我们先开始 试试